1996年国内发生多起 纺织成衣工厂恶性倒闭的事件 12月20号桃园联府纺织厂的失业员工 还有工人斗阵的干部 占据铁路长达一个多小时 抗议工厂倒闭后 老板脱产逃到国外 集欠员工的薪水 退休金遣散费等 共约两亿元 1999年12月20号 葡萄牙结束对澳门400多年的统治 交还给中国 同时中国正式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 特区实施一国两制 并且同意澳门在50年间 可以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2015年12月20号 当年度台湾第1000万名观光客达标 证明幸运儿是首次来台的 意大利裔美国籍男子 交易部送上100种伴手礼 当时总统马英九也亲自赠送流理奖座